攀岩失足的意外 新北市供僚隆洞 有一名25岁的美国籍男子 他在从事攀岩活动的时候 不小心从5公尺的高处坠落下来 导致肋骨断裂 而新北市消防局调派空勤总队直升机前往救援 将这名男子调挂救起 好险的是送医之后没有大碍